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随着时间越来越少 但是这个场次越来越少 其实也是正常的 因为它真的没有这么好看 我是不是讲出了实话 对没有错 不好看的电影我就是要讲 这是什么片呢 这部片就叫做六五恐怖行星 这也是神秘句点 我是Gary 好 六五恐怖行星是讲述的一部 这个 有 男主角 男主角 他 不知道 被冲前面挖钩 反正就是坐了太空船 不知道要干什么 其实最主要的剧情是 因为 我相信大家对这部片 绝对不会有太多 很感兴趣的部分 所以接下来 我就会爆雷啰 但我相信爆雷对你们来讲 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因为你们也绝对不会去看这部片 好了 我就要爆雷啰 其实这部片的 这个男主角 这个叫做 米尔斯 米尔斯 里面的角色 他是里面的角色 那是由亚当吹风来饰演 那米尔斯呢 为了要 就是 拯救 自己的女儿 所以出了一趟 太空 任务 不晓得是要探索新生命 还是怎么样的 结果 还是 反正他就是要完成一项任务 那完成一项任务之后呢 他就会获得 获得很高的 那个 酬劳 那这个酬劳 就可以拯救 他的这个 这个 发病许久的女儿 因为他 米尔斯在戏中里面 这个角色是有个女儿的 不过这个女儿 他体弱多病 但是 活得了多久 是个未知数 为了要拯救自己的女儿 所以不得不出访这趟的任务 而且一去就是两年 但是为了要救好 救救自己的女儿 只好被迫 跟自己的女儿分开去 出了这趟任务 但没想到 出了这趟任务的途中 掉到了 六千五百万年前 也就是 侏罗纪世纪的 那一个地球 而 这部片 六五恐怖行星 的那个六五 其实就是代表着 六千五百万年前的 这个六十五 他以这个来做缩写 所以很多人可能会纳闷说 到底六五 这个代号是什么 其实他什么都不是 他不是这个星球的名称 也不是 什么 反正也不是什么 一个神秘的代号这样子 这个六五的意义就在于 他是六千五百万年前的 Earth 地球 那在一开始的这个片头 就全部都跟你说得很明白了 那为什么我会说 他是这个 就是 他很适合放在台湾 这个科学教育馆 当做这个教材影片来看呢 因为这部片 其实他就是一个 唱独小戏的 电影 那刚好配着一个 托尤平的小女孩 他这个这部片 还有另外一位这个 女孩子的角色 那那个女孩子的角色 其实他就是在 呃 呃 不晓得是在 运送的过程中 调出来怎么样 因为 迷尔斯可能 因为迷尔斯驾驶的 这个太空船 不是不是他驾驶的太空船 就是他有一个太空船 他是驾驶的很多人 那其中里面包含了迷尔斯 那这一群人可能是要到 呃 新的星球上去生活 好吧还是怎么 还是怎么样 电影其实没有把这些细节 交代了很清楚 但是这些细节 其实都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 太空 这个这艘太空船 后来被陨石击中 于是这一个 这个太空船就被迫迫降在 具有恐龙的地球上面 而且还是6500万年前的星 这个地球 那 那迷尔斯为了要找到 就是离开这座 离开地球的方法 于是就跟着这个 同样也是 生还者的这个女孩 一起前行 那中间的过程中 就是遇到很多恐龙啊 肉食性的啦 等什么之类的 其实老实说 这个动作片还是蛮精彩的 动作的场面 还是蛮精彩的 那有一些 土鲁奇来吓人的部分啊 我觉得还蛮做的还蛮OK的 那但是我还是说 因为这部片的地球是低成本 好 那它没有什么 太令人吸引人的地方 那的确 在看完整部片也是如此 它就是一个过程而已 就是一个逃出地球的过程而已 就这样子 That's it 就没了 这样子 可是 我刚刚前面已经强调两次了 我真的觉得它很适合 放在就是科学教育馆里面 去给那些小朋友看 因为我觉得 就是 它可以让小朋友去认识 就是6500万年前的 这个地球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怎么求生 遇到 比如说 肉食性恐龙出现 就告诉它 这是什么恐龙 然后 然后为什么会有陨石 好 那恐龙是怎么灭绝的 这样子 那恐龙灭绝之后 会有什么 东西出现 好 是不是会有这个 花花草草 新生 好 然后就会有人类的 这个居住 这样子 人类的文明的 这个慢慢 慢慢随着这个 好几千万年 好几千万年的 这个演化 这样子出现 我觉得这整部片 给我的节奏 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 它真的很适合 做寓教娱乐 它不适合 放在就是 这个一般的院线的 这种 的这种市场 来放映 所以 这部片看完 其实我还觉得 蛮讶异的 就是其实你会发现 有一些该上院线的电影 你不好好上映 那这部片 你怎么会把它放在院线里面 这部片 其实应该要打在 Netflix 或者是那种 Disney Plus 的这种程度就好了 它比较蛮适合 家庭娱乐市场的 那一种 那一块的 这个电影 电影清单里面 它真的不大适合 放在院线片 而且 说实在的 这个阵容也真的 蛮不这么吸引人 因为虽然 亚当吹佛 他有演过 星际大战 他也演过一些 还蛮不错的 这个独立制片 基本上 算在 西方国家 还算是小有名气 但是 我相信 台湾的观众 比较不大认识这个人 比较不大认识这个人 所以 这个演员 一出来 坦白来说 阵容就已经 就已经不大 怎么吸引人了 再加上 那个海报 那个这个 这部片的这个电影 那个海报 一看就是非常的普通 所以也没什么 太令人觉得 很惊奇的部分 所以 这部片 到底适不适合 去戏院看呢 我毕竟我一开始 就 就 就已经跟大家说 没有那么好看了 但是它也没有到 非常难看的程度 它就是一般般 普普通通 但是真的没有 必要花钱到 进戏院去看的那种程度 所以 毕竟我是影痴 那 录影评也是我的工作之一 所以 我就跟大家说了 这部片 其实 坦白来说 它就是一个 花了很多钱 但却不会让 不会让观众 有任何 可以记住这部片 甚至是 可能在未来的 一两年 我看可能半年之后 就 当有人问你说 这个 演员亚当吹佛 他有演过什么电影 这部片 这部片绝对不会是 大家会记得的 哪一种片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好啦 好 这 这就是我今天 要对这部片的 这个评论的 这个心得之一 好 但是在最后要结束之前 还是稍微先讲一下 其实 一个演员 要挑好剧本 真的是蛮重要的 如果说 挑错了剧本 很有可能会让 他的演艺生涯 沾了一个污点 因为他演了烂片 大家就会记得 他不好的演出 那剧本的质感 如果非常的不好 大家也会对 这个演员 产生一些不好的印象 甚至是电影公司 可能也不会 再贸然的 好 大量的投资 一些小成本的 一些电影 因为毕竟 电影公司 他是有分 小成本制作 跟大成本制作 小成本制作 可能就是像 之前前一阵子 上映的熊盖独啦 或者是像 金声尖叫啦 甚至是这个 自由梅根 这之类的 这种小成本的电影 有没有 无论是恐怖片 动作片 剧情片 这些都是小成本的电影 但大成本的电影 就比如说像是 这个 复仇者联盟 漫威系列的 或是DC系列的 甚至是像是 这个前一阵子上映的 这个 人与地下城 盗贼荣耀 等之类的 这种大片 大片集 甚至像 玩命关头这样子 所以 演员要挑剧本 真的是不容易的 一件事情 但是 Adam Driver 这一次 挑的这部剧本 我觉得还算是 中规中矩啦 好 那当然 网路上 有没有什么负评 我觉得应该是 没有什么太大的声量 因为这部片 本来就 毕竟 这个 吸引人的程度不高 所以关注的程度 我想应该也不至于 会太高 但是它会不会成为 它人生的一个污点 我倒是觉得不会 因为它在剧中里面的表现 我觉得还算蛮可以的 好 就是 毕竟要 唱独角星已经不容易的 要在一堆的绿木演出那种 被恐龙追逐的那种感觉 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我觉得这个角色也蛮聪明的 就是米尔斯这个角色 还蛮聪明的 就是他会 他可以宁为不乱的 而且他也不会让 电影也不会让角色设定 设定的太强 就是偶尔有的时候 还是会被一些恐龙啊 这样子龙吻偷袭成功 那被咬到感觉还真的蛮痛的 但是米尔斯还是能够 就是这个不为身体剧痛的这样子 继续的前行 继续的前进 继续的想尽办法 把他身边的那个脱油瓶女孩 带离开地球这个任务 依旧坚守他的这个工作 不放 求生意志 可以说是非常的坚强 要是换我在那边 我大概 可能没十分钟 我就马上被恐龙吃掉了吧 好 那 再还是再说说一些特效的部分好了 无论是恐龙近距离的接触 甚至是可能 米尔斯不小心 跌落那个泥沼啊 甚至是在山洞里面啊 好 那一些 无论是开放式的空间 或是密闭式的空间 好 这些动作的场面 好 跟恐龙的一些近距离的肉搏站 其实在这部片还真的是 有一些还真的是还可以满足 好一些 这个喜欢动作场面的一些观众的需求 还是可以满足的到啦 好 所以 至于大家要不要看这部片 就见仁见智了 因为我个人是觉得还OK 好 还OK 好 所以 六五恐怖行星 听完我的影评之后 不晓得你会有什么评价呢 就请你自己好好斟酌 要不要去看这部片咯 好 无论是在线上 好 串流 或者是 这个院线 我都希望 你们可以好好的看看 阿当 朱瑞 这位演员 卓越的 精彩的 表演演出 这就是今天的神秘句点 我们下次 云端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